首先 我要歡迎各位不遠千里而來 用行動具體的展現民主國家積極結盟的團結力量 尤其是 RUDE 議員跟普克前議員 在面對炮火的風險及旅途的艱難之下 歷經了將近 40 個小時的車程跟航程來到臺灣 這樣堅定的精神跟輕益 我們非常感佩 我想 從今年 2 月開始 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 對全世界的民主秩序跟自由及人權的價值 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這場戰爭讓全球民主夥伴都意識到 必須團結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 臺灣和烏克蘭以及立陶宛都為主義威權主義擴張的第一線 因此 我們對於烏克蘭的處境特別感同身手 臺灣在第一個時間嚴正地譴責俄羅斯的侵略 也參與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而且 不只是我們政府 我們的民間也很積極 我們發起募捐行動 來協助遠離家園的烏克蘭人民 也獲得了我們民間非常非常踴躍的回應 在另外一方面 立陶宛也在面對中國強大的壓力之下 和臺灣互捨辦事處 代表出堅定捍衛臺灣和立陶宛之間的友誼 這些行動都充分展現臺灣 立陶宛跟烏克蘭堅定捍衛自由民族的價值 以及相互扶持團結對抗威權主義的擴張精神 在立陶宛的帕基格副主席鼓吹之下 烏克蘭在國會外交政策委員會的梅列日課主席 即使面對中國的壓力 依然發動成立烏克蘭國會臺灣友誼小組 並且獲得15位跨黨派議員的支持 我們的立法院也呼應這項行動 在這個月成立的 臺灣與烏克蘭國會議員友好協會 就在前天 各位議員也前往我們的立法院參訪 這樣在這個艱難的時刻 雙方的交流格外具有意義 相信未來臺灣與烏克蘭會持續深化民族夥伴的關係 有更多的合作交流 同時我們也做了準備 也編列了預算 將和中東歐離戀相近的夥伴 共同來協助烏克蘭戰後重建的工作 也希望烏克蘭人民能夠早日重建加入 我聽說在昨天的歡迎酒會上 盧蒂克議員和烏克蘭在台的僑民學生 一起唱出烏克蘭國歌 這個堅定捍衛國家的精神 是非常令我們感佩 這也呼應了盧蒂克議員所說的 只要在一個房間中 有兩個烏克蘭人會唱烏克蘭國歌 烏克蘭就不會滅亡 最後我要再次表達 臺灣絕對會是烏克蘭的堅實夥伴 我也相信未來臺灣 烏克蘭及立陶宛等民主國家 一定會繼續強化彼此之間的結盟關係 展現團結抵抗威權主義的強大力量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不遠千里而來 謝謝